我先讲讲关于昨天立法会的选举结果 陆陆续续今早如果看新闻开始看到一些成绩出来了 首先讲讲其实这个投票结果 现在暂时都是我没看到总结果 但是估计应该都是29-30%左右 好了,这个数字就是我们讲这个地区选举方面 因为我们分三个部分的 地区选举、功能组别和选委会的组别 三个组别分别诞生是20、30和40个议员 让大家看一看 首先讲其实今次的选举 比如地区选举究竟反应好不好呢 有些人就事前就看淡的 就说可能只有10%选民投票而已 应该是很差的了,没有人会重视这个选举了 比如我们巴士地区写了 在巴士地区点评曾经有一个分析 就是说估计是有22-30%的投票率 如果现在真的出来的话是接近30% 其实也是不错的 为什么他得出22-30%的估计呢 怎么计算呢 原来他就说 如果以2012年作为一个正常的选举 当年是有53.1%的选民投票 如果我们观察过去 建制、支持建制和支持反对的选民 大概是43%对57%的话 如果用2012年的投票率53.1%来乘 建制派的支持率43% 就会得出22.8% 所以我们的分析 之前的巴士地区点评分析就是说 应该最少都有22.8%的了 今次的选举 如果多的话就已经是好的 假设支持反对派的票数完全不投票的话 结果如果出来接近30%左右 即是说支持反对派的选民 都有大概7-8%出来投票 总的加起来大概30%左右都不错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分析 你说30%都不错 不是吧 如何比较呢 这幅图就是 美国的一些市长的选举 投票率 大家看到 左边这一栏 就是高投票率的地方 一些市 最高都是47% 接着28%都已经算高了 比如头7个 叫高点的投票率 不高的 低的就是右边这一栏 投票率是6%至14% 这些是美国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竞选 投票率的参考 高的28-47% 低的是6-14% 如果香港今次地区选举 市长选举 是大概30% 那也算是一个 如果和美国的城市市长选举比较 其实也是 算是 高的一个投票率 偏向高的 那就 因为始终香港不是一个 国家的 级的 国家级别的选举 都是一个地区的选举 一个特区的选举 所以我们和美国的 大城市市长的选举 去比较的投票率 也是有参考的价值的 好 那这次地区选举 比较多人是注目的 为什么 因为始终竞争是激烈的 那大致上的结果都出来了 那 譬如说 一些是 我们一些 比较熟悉的名字 或者大家是 比较关心的 包括香港岛东 吴秋筆是 选岛 另外梁熙当选 广岛西的叶柳 叶柳 和陈鹤峰当选 九龙东 就有邓家彪 邓家彪 和颜文宇差不多 票数都是六万多 九龙西是梁文港 就是郑永迅 郑永迅 是该区比较多的 六万四 九龙中 九龙中 这个是 应该是点票 点了九成 当时李慧琼 九万零五百七十一 最后李慧琼 应该是九万五千多票 应该李慧琼 就是地区选票 应该是九万五千九百七十六票 李慧琼 那李慧琼就是地区选举的票候 九万五千多 比较多的也是另一个候选人就是 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五票 周浩鼎 就在新界西北当选 田北辰都当选 不得四万票 在这个新界西北 其他区的 新界东南 李世荣 林素伟 新界北 刘国勋 张欣宇 另外就陈明欣 在新界西当选 那就是比较出名的KOL 另一位呢 李子敬也是当选 在这个新界东北五万六千票 陈克勤是五万九 那就是我们见到一些 是比较曝光率高的候选人 陈明欣 李子敬 邓家彪 周浩鼎 全部都是顺利当选的 那样 那好了 那其中我们地区选票 选举李慧琼是票后 九万五千九十六 那看看其他 有没有哪些是落选的呢 落选 都有 选委 选举委员会 那个组别 那个界别 就有五十一个人欠四十席 所以很多候选人呢 都会觉得自己的 那个胜算比较高的 譬如呢 他们跟选委 会面的时候 说他自己的政綱 那这个政綱 如果选委都是 认同的 或者是支持他的 那么他估计自己当选机会大的 那么 那么 前这个新闻统筹专员呢 就是 梁振英 特首 前特首 那时候呢 前这个新闻统筹专员 冯伟刚 冯伟刚 也觉得自己呢 当选机会很大的 那 怎么知道呢 就 最后是落选的 那么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他就说一个好好经验 證明呢 就不是说 一定是建制派啊 支持啊 政府改革啊 就一定会是 当选 那么 那其实他正正是 有一个呢 他的政綱当中 有一个呢 有人就问他了 会不会是你那一点 有些问题呢 他其中一个点呢 就是 改革这个AO的制度 那么 那么 就是不肯定 是不是这个的政綱 那么他就觉得呢 就是 就是 AO 整个人打一份工 那样 就 就 就此是可以 呢 决定香港的政策 的 名物 最主要的人 那样 那改革呢 都是有一个 都是一个 支持 有个理由去支持 去改革 那怎么也好 那么 他最后就是 落选的 选委 选委 会界别的 那四十席当中呢 那哪个是当选呢 那 票后啊 票后出来了 就是梁美芬 梁美芬是 1348票 那是1500个选委呢 其中 就是有1348票 张飞是 张飞是 张票是透的 所以梁美芬 就成为这个 选委员的 选委会界别的 票后 那 就 至于 李慧琼 和周浩鼎 就分别成为 这个 地区选委 地区这个选举的 票后 和 票王 那样 那就是 选举大致上的一个 一些是 结果 那 那 选举叫做陈安诺定 那1月1日开始呢 我们就期望这一班的 立法会的议员 一共是90位 这里选了出来 就可以 为我们香港呢 就 未来的前途呢 那个施政方面呢 就给多些的一些 是 贡献 好 那另一方面呢 又有一些花边新闻 和阿京 那 看看这个 这个 贴文 大家 放大一点 大家看到 首先 原来日前 在这个社交媒体出现 一个叫做 外球时报的贴文 看一下 看清楚 不是环球时报 这个是 坏字 如果你看 就是没有细心去看 就可能 当了环球时报的一些贴文 那 他就说 201 他这个贴文呢 就是 假冒的 假冒呢 2019年11月 香港的 选举的时候 这个区议会选举的时候 那 就当时呢 就是 假冒 《环球时报》 就是 整出这个贴文 就说 我们不投票 汉奸很失望 那样 就说 那些蟑螂就用这个选举 就变上公投 就想 他们就想港独 就不会中计 我们是爱国爱港的福建人 所以就不去投票 那样 那就是说 当时呢 当时呢 就 有人就说 《人民日报》 这个是 《人民日报》 和《环球时报》 那变成了 当时呢 有这样的假贴文 就是 当时是真贴文 以为是真贴文 今时今日呢 被人用了 假贴文的形式 出现 就说 《人民日报》 那时 2019年也曾经呼吁过 别投票 所以今次也不要投票了 那好了 结果呢 就被我们 就是 逃亡了海外的 罗冠聪见到了 罗冠聪见到 很开心了 原来《人民日报》 2019年曾经说过 叫人不要投票 那样 他见到《环球时报》 他以为是《环球时报》 有这样的贴文 以前呢 就把这个贴文 拆了出来 然后转发在他的社交媒体 那他就说 什么呢 各位奉公守法的《环球时报》 我们要考虑转载 2019年《人民日报》的爱国宣言 这个星期日都不去投票 不要中计 成为爱国者 由转载外国媒体做起 星期一的休息比较重要 这个就是罗冠聪 转载了 这个是 他以为是一个 当年《人民日报》的贴文 以为是真的 首先 《人民日报》是没有这个贴文的 2019年 第二 他没有看清楚 这个假贴文 左上角是写着《外球时报》 不是《环球时报》 不知道他是不是不懂这个简体字 或者是看漏了 他以为是现在的《环球时报》 转载了当年《人民日报》 这个贴文 这个宣传 他当时就不要投票 区议会选举票 所以就引伸到 劉冠春就叫人 昨天就不能投票 这个笑话 就被我们前特首 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 就提出了出来 梁振英就说 容易受骗的罗冠聪 他就说 罗冠聪为什么这么容易受骗的 这么容易被人骗的 他就说 有人恶搞假新闻 冒认《环球时报》之名 将《环字》改成《坏字》 搞了个《坏球时报》的网页 就方清《人民日报》 曾经在2019年的区议会 选举中呼吁大家不投票 那罗冠聪就信以为真 发了个帖 发了个帖 那 梁振英就说 罗冠聪这个小孩 在占中期间受骗 就是2014年 被人骗了 七年之内 七年以来 没有成熟过 眼睛耳朵 腦袋之间 仍然没有连线 没有协调 又看错误 又不双方 又当了假帖文是真的 因此 好洗好用 好洗好用 就是英美 所以英美 没有选错罗冠聪 作为棋子 另一方面 梁振英就说 《人民日报》 其实是可以要求 罗冠聪收回这个帖文 以及公开道歉 否则 在英国法庭 告罗冠聪诽 必性无疑 因为证据 确作 让英国人知道罗冠聪的愚昧 这也是一个 今次选举的其中一个花边新闻 也是挺搞笑的 你看到贴文 首先 看错过字 第二 没有确认是否真假 接着就大肆宣传 如鱼获自保 很开心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 贴文 出来就说 大家你看看 2019年《人民日报》 也是这样说的 不要去投票了 我们星期日也不要投票了 希望搞祸香港的选举 那罗冠聪这个 可以说是 通緝犯 在英国也可以说 今次 又一次出囚了 再说回 就是关于疫情的事情 因为英国现在都很严重 如何严重 如果我喜欢看英超 足球的就知道了 刚刚这个是星期六 本来想着回家 看多几场球 谁知道只有一场 就是阿仙奴对列斯联 是可以举行到的 那么有四五场球 也是 有几场一早取消了 有一两场 临时取消了 变了只有一场球 看星期六 刚刚星期六 那么昨晚星期日 也不多了 是可以 车路士对狼队 也不多 那么 哇 然后你发觉 还有昨晚还有哪一场 还有曼联 还有曼联 还有利物浦 昨晚也好些 昨晚有三场 但是很多场 都是延期 因为太多球员是确诊 主要呢 今次就是哪些球员 比如曼联 曼联 有很多球员 和职员都确诊了 但是为什么是这么严重呢 其实 你看电视 看英超 就知道 全部人当没有事发生 入场的人 全部是抱头抱脚 欢呼 然后就不戴口罩 好了 英国最近的数字 都挺惊人的 12月18日 新增确诊 个案89,074 平均过去七天 平均每日是72,569 大家看图图都知道了 原来现在你每日新增有接近9万宗 基本上已经是新高 之前的高位就是 今年年初 大概1月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大概是新增 应该是六万 六万多 已经是高峰 以为接着就没事了 打了疫苗 接着又有第二波 这个应该是Delta 现在再来 另一波 第三波 那个情况更加严重 还高过年初 六万多宗 现在每日是接近9万宗 这次很明显 就是Omicron 新的变种病毒 根据现在的情况 为什么英国是这么恐怖 首先 社区根本一直都放松了 现在出现Omicron 这个病毒之后 扩散得这么快 现在是9万 9万当中 其中有1万宗大概是Omicron 现在估计 将来来未来 可能是圣诞节 又狂欢 又是大件事 估计将来的新症 在英国的新症 可能有八成 八成是Omicron的病毒 变种病毒 现在约翰逊 之前也说了 17日 就是大前日 就说 我们还是不会封锁 经济 经济继续开放 但是 但是 英国的卫生安全局 就说了 其实就是 刚才我所说的数字 如果你是这样 很快 Omicron病毒 就会扩散 就会佔八成的新症 现在来说 这个星期 伦敦的医院 医这个新症 新的确诊病例 已经是 有1534个案例 要住院 比上个星期 比前一个星期 就增加了30% 就出现了 就是7宗的 相关的死亡病例 那么 市长 这个 伦敦的市长 薩迪克汉 薩迪克汉 就说了 那么 现在伦敦 我们又是 紧急宣布 就是18日 就是前日 紧急宣布 伦敦进入重大事故状态 直到2月26日 那样 但是 你说 宣布进入重大事故 但是你都不封锁经济 你有什么重大事故 可以宣布有什么 新的措施 可以应付到呢 那样 其实呢 现在 都传说 可能都会有机会封锁 不过 聖诞节 大家狂欢 狂欢完之后 一两个星期才算 那样 到时才算 那你聖诞节 狂欢 那一轮 就是你 变成你又会 可以纵容到呢 一些室内的聚集 一些在酒吧 和餐馆 这些传播 那所以呢 就是 就是 这个 英国如果要这样的措施 说 约翰逊不肯封锁 那现在人数确诊 新高 都不做事 要等聖诞节 才做 大家都真的要小心 特别 如果大家有 朋友啊 或者子女啊 在英国 移民啊 或者是 有子女在外 外国读书 其实都真的要小心一点 就是 出外都必定要戴口罩 进去 就算室内都要戴口罩 就是 出外都要小心一点 就是 既然英国人本身 他们都说要聖诞节狂欢 狂欢完才算啦 就是 去了 去了英国的 外国人 或者香港人 都 只能自求多福了 就是这么说了 好了 回来香港 又说一说香港 那香港呢 就 我们政府顾问 許雪昌呢 近日就说了 他说 因为已经有新冠病毒 Omicron是流入了 香港社区有机会 因为有一个基斯 他证实是有这个病毒 之前呢 曾经在香港社区活跃 现在其实是担心的 究竟他在 在香港社区 走行走的时候呢 有没有将病毒 广泛传在香港社区呢 其实现在不知道的 許雪昌就说 未来那14天呢 就是关键了 究竟有没有新的 就是境内传播的 Omicron的病症出来呢 真是不知 希望没有 但是其实是 是有这个风险 因为呢 Omicron这个病毒 传得勁之余呢 最糟糕 他就没有什么病症 那譬如 现在香港呢 有些个案 十几个个案 有十几个 现在香港个案 应该是十一宗 现在香港最初的十一宗 的Omicron个案呢 喂 原来呢 他们全部呢 都不需要用抗病动药 因为他的肺片呢 全部就没有花到肺呢 也是没有肺炎的迹象 疫情是病情的轻微 甚至乎呢 就是只是有些人 有少数喉咙 少数人有少少喉咙痛 以及大部分都没有病症 还有呢 就几天之后呢 那个病毒的量呢 已经下降到呢 是检测到呢 是阴性的 所以你说 喂 究竟在社区 香港有没有 已经被一个机司传播了呢 真是不知道 就算传播了之后 可能那些人的病症 又不是那么大 都不知道 那他可能在潜伏 其实都是有这个 这个风险那样 所以唯一 只可以说呢 都是鼓励大家继续去 接种疫苗 如果打了两剂 那就考虑接种第三剂 至于 许柱昌就说了 未来一两个礼拜 你可以再观察 再等多 一两个礼拜 就有数据出来 然后呢 就考虑第三剂打什么 譬如你打了两剂科兴 前段时间有人说 第三剂打伏必太好 那个抗体的量会高些 是不是呢 那你说打了两剂科兴 第三剂都打科兴 有没有问题呢 没有人说 没有人说有问题 是不是 或者你打了两剂 但是第三剂 是不是应该转打科兴 也不知道 那现在一直在试试 在做这些试验 许柱昌就说 未来一至两星期 是有结果出来的 那你可以再等一等 如果你真的想再观望多一会儿 再等一等这些数据 然后决定你打第三针 是打什么针 那另一方面就是 许柱昌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不打疫苗 很快很有机会 完蛋过后 建议呢 把疫苗气泡 抗展至所有食肆 疫苗气泡 就是说呢 你要打了两剂 或者三剂疫苗 你才可以进食肆吃东西 就是说 有打了针才可以进去 就不是现在这样 你说有安心出城的APP 你扫了一定要扫 现在就 将来 许柱昌就说 完蛋之后 有可能 除了一定要扫APP之外 另一方面 还是你一定要起码 打两剂 或者三剂疫苗 你才可以进去吃市 吃东西 坐下吃东西 这个疫苗气泡 是有机会 短期内推行 所以真正正正 一剂 两剂疫苗都未打的 市民呢 那你可能要考虑了 你很快就不能进去吃市 吃东西 就算你肯装安心出城的APP 都进不了 那你只可以买外卖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新 在关于香港防疫的资料 我们听完这个 香港的政府的顾问医生 许柱昌医生所说的 第一篇 一些是登记的新消息 大家就注意了 国外的 impermaker 你们最患的 还有特色大家 大家